決定要不要打台灣是誰決定的 習近平 我們沒有要打大陸嘛 大陸如果不要打台灣就沒輸了嘛 習近平說我25年內 中華民主復興 是我唯一的目標 我不會為了這個目標的流失 而上了任何人的盪 而這個上的盪裡頭 包括打台灣 這個不夠清楚嗎 親愛的全國居民同胞們 台灣安了啦 習耀大 你們這怕的習耀大 不打你了 他不打你不是因為他愛台灣人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 是為了中國要繼續搶 對啦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的來賓 非常special 沈富雄大佬 睽違台灣政論界一個半月 強勢回歸 沈富雄 辛勞辛勞 唱歌比賽 表冠軍 都能來 戴龍 你沒有強調一點啦 因為 這個是預錄節目 但是你這個節目是我第一個 回國以後上的節目 我知道你 你拜國的大家去那個節目 在這裡delete 刪除 到底有沒有看到 好不好 我們第一個錄的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是第一個錄的 但是 擺到觀眾面前 恐怕會 跟別的節目 比不上 人家會覺得說 我這個不是第一個 你要強調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 好 因為 我把我的第一次賣給你了 但是你的第一次也不是給我啦 你根本就是衝著我們下班甜心 雪寶而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他到我去把他們兩天在梳妝 開工得開心到 根本就是為了雪寶而來 他還早十分鐘 他還早十分鐘 好 非常這個歡迎大佬 所以回國之後的第一個節目 就來我們下班和你 但是我們通常不都有很多的這個圖卡嗎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這有很多的一個兩個圖卡 今天圖卡就維持在這一張就好了 後面就不用動了 我們就 隨便大佬聊 來我先問大佬 你這個 郭榜威嘛 對不對 郭榜威在美國一個半月 大概 五個禮拜 五個禮拜 你在美國的生活 跟大家講一講好不好 不然你去上其他的節目不會問這個 你在美國在創什麼 我上到了這個年紀 其實我很 我的適應力很強 我在美國五個禮拜 其實幾乎都是吃 老美的食物 但是 沒差 很關係 但是有一點 吃什麼 我有一個結論 我早上吃那個 Siri 加什麼 那個早 早餐吃吃 那個麥片 麥片加牛奶 麥片加牛奶 你在台灣吃什麼 剛好來做對比 我是在一個小的 大陸豆漿店 不是 大陸豆漿 你怎麼知道 那我吃的 那我吃的其實跟現在那個八方雲集最紅的套餐 就是吃煎餃配豆漿你知道嗎 八方雲集現在最流行的煎餃配豆漿 八方雲集 早餐就開的喔 所以你有時候吃這個就對了 反正你就是去美國吃的早餐跟台灣不一樣 我的心得因為既然問我說 兩地的差別 對 我跟你講我在那邊五個禮拜 氣溫最低 7度 最高17度 所以五個禮拜裡頭 就在7跟17之間排隊 我也碰到一個台灣的旅客 他看到我 他說 這個是寒流耶 在高雄是寒流 真的是很冷 所以我第一天去 第二天還好 我第二天還是照樣運動 健身 我第三天起就不行了 就是我全身都凍僵了 這個筋肉 這個肌肉 還有這個筋 Tendon 通通都印掉了 就是 不像一個人 因為我是在熱帶 你又不是第一次去 你不是每年都回去嗎 但是 我跟你講 我從美國回來 38年前 對 我是青島東路上 地最不怕 冷的人 你聽懂沒有 我知道 但是 但是我那個 我那個能力 已經漸漸喪失了 所以我後來 我這次去了以後 這個第三天起 我就真的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也很快的 就學習 做一個 寒帶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 比較僵硬啊 但是我也漸漸習慣了 但是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活潑 但是 五個禮拜 我現在回來了 我每次都這樣 我一到松山機場 一旦 不是松山機場 桃園 桃園機場 我一落地啊 我以前的活力 馬上 立即回來 我又是生龍活虎一條 所以 溫度 溫度對人體的影響 尤其是上了聯繫的人 是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老人家 一退休 就是要去 迈亞米啊 去阿里蘇娜啦 就是要往 熱帶的地方跑 你覺得他們那麼笨啊 因為到了熱的地方 老人家就 覺得 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復健嘛 全身復健 你去復健中心看 有沒有冷 冷敷 沒有 冷敷是beauty salon 才有冷敷 健身房 那個復健的 搞復健科的 都是熱敷啊 熱 對我們 有年紀的人 的這種活力 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你說第三天以後 你就基本上 沒有行動能力了 都很冷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時間很有限 對 一個小時 要講我五個禮拜 對啊 所要講的話 你竟然跟我 你主控好不好 你主控 不然你竟然跟我扯這些東西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很無聊嗎 沒有啦 我想知道你在那個生活狀態啦 你在那 因為你台灣每天健身嘛 你現在沒有辦法健身嗎 沒有 我維持 有勁嗎 不是 我就是 維持 保護 保護 保護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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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五點下飛機七點就去健身房 對 你是怕你會員資格被取消是不是 不是 好不好 五點下飛機七點就去健身房 這個叫做 不容易持續的習慣 一旦 養成以後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也不容易丟棄 五個禮拜七又沒有做重訓也沒有影響 嗯 我等一下再跟你談那個 因為我最近也在談重訓是我有 同學是醫師要寫書的講到你 我待會再跟你講 不是啦 不講這個 其實這樣 你看我很擔心我五個禮拜也沒有重訓 也許我的肌肉 這根肌肉 會消失 沒有啊 你看我這一塊漂亮 好啦好啦 好那你在美國有看台灣的新聞嗎 有啊有啊 你用網路看 我有在網路上看 我也看過你們這個我下班和你聊的片段 但是我不管你來賓是誰啦 來賓多重要都不重要 你都看學保 我都看學保有沒有出現 不過學保出現都是 一閃就沒有了 我要抓抓他那個重要的 的的的鏡頭 不容易 沒有關係現在他抓來 看學保 那你你這五個禮拜 來大老我現在不適合提 你這五個禮拜你在美國看台灣新聞 你覺得你最 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不錯我覺得 這個遠距離 這個是多少公里 很 幾千公里 很很遠 可能上萬了 有有有 地球一圈是四萬 你可能大概有一萬以上 太平衡了 你看這個遠距離啊 就有遠距離的美 但是遠距離有遠距離的好處 就對像你們這種行業的 就是 不需要立即反應 而且過了幾天以後你就曉得什麼是不值得講的 什麼可以講 而且因為不是當天當下就要反應的話 你犯錯的機會比較小 對 所以比較 這是他的優點 他的缺點 是這樣 譬如說你 我知道你飽受圍剿 你美國也知道嗎 我知道 你覺得我只對學保有興趣 我對你的被圍剿更關心 我就恨不得 馬上回回到台北 給你相挺你知道嗎 不過我感到 很值得安慰的一點 你想你每次 錄完節目你都送我回家嘛 那我們在車上 我記得我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跟你講 以你現在的身份 以你現在的行業 以你現在這個頂尖的 主持人的身份 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 核心價值 跟忠心思想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錯吧 那我現在不再吹牛 我說你這次挺得不錯 是我洗腦的 結果嗎 我不敢這樣講 但是你真的挺住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不容易 被人家挨罵 人家罵你罵得這麼兇 而且你不在乎 而且你 反擊回去 可以做到這樣 而且你不怕 你的這個觀眾流失 佩服你 而且你是對的 你堅持的每一個點都是對的 大家進來修理你的論點 都是錯的 如果現在我剛剛問你們節目製作單位 說這些進來 是突然間進來的側翼 以前不看節目 還是看你的節目的人 修理你 他沒辦法回答 不曉得 應該都有啦 但是 我當然知道都有 但是如果修理你的人 是你的觀眾的 主要 力量 那我真的替你擔憂 那你的小眾 你的粉絲 是很偏頗的 你這樣的節目 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 再做50年也沒有意思 因為你是 你是在你的同溫層 而這個同溫層 是跟主流脫離的小眾 他們 你講的 他們認為 馬英九的好朋友 他講的不會錯 那就講的 要跟你 互相取 現在 你現在講說 兩岸政策 國民黨不改的話 國民黨沒有未來 對 這個是 我講這個沒有細心 因為我一直這麼講 但是你這樣講 他們 火了 他們覺得 這個不是我認識的黃偉翰 所以這個如果是原來你的粉絲 那你這個節目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大老講到這個 因為我的這個講法又不是這個月 我這幾年都是這樣講的 對不對 包含了 從這個2020年 韓國瑜落選之後 就要反省 為什麼那時候的分析預測 都不太對 還差那麼多 輸了兩百多萬 民調為什麼不看 然後國民黨的路線 你都不願意去巨統 或是說 我們台灣的主體性 你不願意搶來 你總統就選不贏 所以大老你會記得嗎 韓國瑜輸掉我就說 2024就是賴清德了 那當然是隨口一句話 但是方向就沒有錯嘛 那現在看到這個狀況 就是繼續講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講說 你為什麼這樣子講 為什麼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 互補歷書 我說這已經講幾年了 中華民國台灣是2019 然後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 互補歷書是2021 不違反 現在就2024了 不違反 不要再講下去了 好 這個是老調 再講這就沒有意思了 現在這個互補歷書 把他喊得 說大逆不道 最 可顯著的這個 例子就是馬英九 馬半 馬前總統不認同 馬半嚇死了 馬半講這個是大逆不道 所以我以前講 我不想我要考他一下 我不久以前我講過 有三個人 國民黨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不退場 國民黨沒有未來 國民黨2028也不用選了 你曉得我講哪三個人嗎 我知道 想哪三個 就是 馬豬富 馬豬富 還有 對啊 對不對 馬豬富 富君 富君 對對對 但我覺得我還是 我還是說 我的講話 沒有什麼錯 我現在如果要修改的話 我會把馬 剃掉了 因為馬 一再重演他的笨 是已經變成不重要了 他自我排除 那現在就是說 富君 還有 朱立倫 還有這個馬 去掉以後的這個空位置 要不要把韓國瑜 加進來 我本來就覺得說韓國瑜很厲害 當上的院長有沒有有樣 我真的要罵他也無從罵起 但是 這種好日子 他恐怕維持不了很久 因為 他的壓力 他來自深藍的 國民黨黨團 尤其是黨團裡頭 有深藍的壓力說 你做院長 怎麼我們都沒有 我們沒有沾到好處 這個壓力他扛得住扛不住 那這個要看 韓國瑜心裡頭 對自己的未來 到底是要幹什麼 你懂我意思沒有 他如果很滿足 這個院長這個位置 他做的真的是 有模有樣 真的是非常的中立 中立到令人敬佩 那他這一輩子 用這樣做一個句點 算是很好 但是如果他心裡頭 還想當主席啊 還想當代言總統啊 他就會動搖了 他這個深藍的壓力 他會頂不住 他就會開始動 你覺得他一動 人家看得出來嗎 當然看得出來 那他看得出來的話 他這個 我就要把他拉進來 補 馬英九的那個位置 所以 韓國瑜 傅庚錡 朱立倫 這三個人不退場 國民黨沒有回來 OK 你說的是現在國民黨的主力 主席是朱立倫 總操襲 傅庚錡 院長請韓國瑜 傅庚錡 已經退場 國民黨現在目前就是這個 這個狀態 不是 我跟你講 很多人要找我吃飯 因為他受不了我罵他 我怎麼會跟他吃飯呢 我跟他吃飯的話 我一試的英明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 韓富 人家都說 黃國昌跟傅庚錡 是在一起的 叫富水子之 這不重要啊 黃國昌富誰他不重要 是韓富一體 然後朱立倫為什麼才進來 因為朱立倫 沒有辦法處理這兩個人 那這三個人如果大家在心目中 看出來這是國民黨的 領導階層的主導力量的話 國民黨沒有辦法翻身 這個也就是我在連帶想下去了 我不聽你們這個帶領 因為 時間馬上就完了嘛 對 這個也影響到為什麼 這五個禮拜來 所謂國會 改革方案所引起的 風風雨雨啊 你看如果你做民調 你問他 國會改革好不好 好喔 好喔 如果你還仔細一點在分享 就是說聽證 調查權 還有這個藐視國會啊 還有總統要不要來隨記 隨問隨答 都 百分比都很高 大部分都超過50% 對 但是如果你問 你支持國民黨 支持民進黨或者民眾黨的 喜好度啊 聲量啊 正面啊 負面啊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越做 越往下掉 他老講這個喔 我現在補這張圖給大家看 學寶你可以想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到啦 對啊 你可以自由發問好不好 你想看看要問什麼 這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你看到目前的這個民調是民進黨37.4 國民黨17.8民眾黨14.3 那我就跟大家做個簡單的一個 就是小小的這個報告 所以就是國民黨加民眾黨 居然比民進黨還小 兩個加起來還小 我猜一下 重點不是這樣 回來回來 再回來 這個 下一個是不是要跟大選的比講 沒有這就是之前上個月 最近兩次的比講 對對對 民進黨往上國民黨往下 民進黨往上其他都掉了非常的兇 對 而且你剛才講的就是國民黨加民眾黨 還小於民進黨 而且在國會是多數 但是如果你問他在民間政黨的支持度的話 他們是很差的 那我問你國民黨的黨團 難道每一個人都像傅昆斯一樣 任何 嘿你看 我們呼風喚雨 捏壓過去 這個改革方案都照我們的意思 很厲害 很厲害 難道每黨團成員 我看大家打到沒在想 就曉得這個不行 不能這樣做 老百姓是肯定國會要改革 因為行政立法 這個權力失衡 還有呢 重點 大部分人為什麼同意國會要改革 就是民進黨所留下來的很多 弊端的遺案 大家不見得說同意有弊案 但是認為如果國會有多一點權力的話 也許可以揭壁 這個就好像科幣當年講的五大弊案 結果後來就沒有了 現在唯一能夠救國民黨的就是 一路是一路跟他打四線 一路跟他打這個負義 但是國民黨應該抓得住的權力 要趕快用來解僻 這一點 這一點其實國民黨腦筋比較清楚的 雖然顏色很深的 譬如說羅志強 譬如說王宏偉 甚至譬如說徐小新 他們都認為說現在國民黨要自救 他們不會講 我們好得很為什麼要自救 他們要趕快自救 要不然他們去看 他們要自救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在很短時間內 把到手的新的權力擅自為用 然後把大家所懷疑的所謂這些弊案 疫苗 這個雞蛋 真的搞出一個名堂來 如果有了這個新的權力 費了很多的力氣 結果又是無疾而終的話 這個完蛋了 但是如果有苗頭 有進展 人家會說 雖然人不怎麼樣 但是畢竟不能因人費緣 就原諒國民黨一點 要不然國民黨 第一點這個 我以前就講 顧昆琦 本來是要當院長的 院長沒當成 他後來就退而去 就是當總召 當總召碰到我們這個沒有骨氣的 沒有魄力的阿寶哥 阿寶哥馬上投降了 他說阿寶哥說我不投降 其實是我當選的 但是我不願意弄破亂壞這個和諧 所以我就退了 亂講 我跟妳講 傅瑋琦太厲害了 傅瑋琦在選舉的過程中 都服服貼貼的 他能夠收拾的這些人馬 他都收拾好了 真的如果阿寶哥跟他對幹的話 他還是贏了 但是那一天 在這個之前傅瑋琦有一次 不曉得為什麼案子會換掉了 在議場 立法院那個議場 一個人講了一些 我聽了全身起氣皮疙瘩的 我那一天 一個晚上沒有睡覺 我說完了 傅瑋琦可以囂張到這個程度 國民黨怎麼會有未來 你說他講說什麼刑法100條 把那個花蓮縣的縣長關起來那一次 是不是 我忘掉了 對吧 他說民進黨這麼的惡霸 居然就是那個 那個改革法案過了以後的那個 就是法案三讀後的發言 你是不是在台上說的 我現在講 這五個禮拜 我對 台灣三個政黨的看法 這三個政黨都是 等一下你喝一下水沒關係 不是 我太賣力了 憂國憂民 賣力到 磕瘦不止 這個不是一杯水可以解決的 那怎麼解決 我們來 天山學水 你喝一下水啦 我跟你講三個黨 其實都是不成棋的 但是三個黨有共同的原因 讓他們變成這樣 但是也有不太一樣的點 三個黨平常跟新講都是什麼 就是做起來不做到 看盡不看遠 然後呢 滅於大事 然後作賤自己 那我們先講問題最大的 是國民黨 國民黨以為他們現在是多數的 他是很脆弱的兩席嘛 對不對 而且新當選的都沒有戰鬥力 沒有戰力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戰車一點 然後你剛剛得到了權力 你這種氣勢來要 我們當年連壓你 當然是 你把這個尿豬蛙彎記在心裡 你現在就是用我當年治你知道 你現在還治我身 你知道嗎 你現在被尿豬蛙彎 就有尿壓過來 那當然就講得很冠冕堂皇 違憲 違法 打來一大堆啦 其實老百姓是肯定 這個擴權 所謂擴權的法案的內容 儘管是矛盾啊 出招啊 都可以 但是關鍵不是 就是所托非人嘛 你懂我意思嗎 你 韓國瑜 傅坑吉跟被他一手抓住 可以任意操控的黨團 所得表現 台灣人民是不認同的 你知道嗎 但是藍台 藍台現在沒有多少 藍的節目 藍的節目 有這樣的認知 敢做這樣的講法 有一些人我是忍住了 我算是還有一點 修養 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 國民黨這樣一路操作下去 完蛋的 為什麼現在所謂那個清鳥 他們 你覺得清鳥 他們曉得這個有用嗎 沒有 我跟你講清鳥 包圍立法院 今天還是會過 然後下來就是四縣 這個是什麼 民進黨你講得對 我看到有一段你講得對 他們在走程序嘛 他們在走程序 你覺得今天包圍有用嗎 不用包圍照樣輸 包圍也輸 你來幾萬都輸 但是要做 因為今天這個場面 今天這個表決 這個樣子 是在準備下一個階段的四縣 還有四縣呢 除非大法官說 通通 通通違憲 還有通通都 suspend 就是說 就是動起來 除非是這樣 你國民黨如果不趕快 利用你新得到的權力 做一些讓老百姓服氣的事情的話 民進黨就一路 我用碾壓過去了 你碾壓我 我就用這個碾壓過去 民進黨最後會在四縣完以後 那個罷免的冰凍期結束了以後 開始罷免 我覺得重戲 最長重戲是在罷免 因為民進黨曉得 你也不過贏我兩席 那我只要 我只要罷免成功一席 而這一席是 我的人當選 在補選的時候當選 這樣一席來回 我們就平手了 我如果罷免兩席 我就分成多數 韓國瑜就完了 不是這樣嗎 所以這個 你說國民黨 民進黨聰明嗎 也不見得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 但是在全世界 民主憲政體制之下 避開 避開不管是主動 或是被動的所謂國會解散 你現在 英國要解散國會了吧 那大選以後 國會就沒了 避開國會解散 藍綠 大家的想法都一樣 因為老子剛剛當選 我花了力氣不小 我剛剛當了委員 我要解散我自己 他當然不要 所以呢 不解散我 但是 把一兩個拉下來 幹啦 對不對 幹啦 所以大老你覺得罷免 明年一定會推就對了對不對 罷免一定會送就對了 罷免啦 聽了沒有啦 我現場當然 大老坐飛機下來以後 他會有點耳眠 所以我有時候會這樣 你說罷免一定會推就對了對不對 民進黨一定會送罷免就對了 我覺得民進黨一定會這一招 明年會推就對了 這個不是只有嚇嚇你 是真的 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那國民黨不會做一代幣嗎 對 所以你罷免我 我也罷免你 我也罷免你 所以全國會有確實 就是不會只有一個 最後一幾個 難得被罷免幾個 綠就罷免幾個 那總結下來 就是民進黨在意的 就是說多數翻轉 對 國會在大黨變成民進黨 對啊 對 薛寶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大老 沒有 沒有 我就看他講得很精彩 好你有問題就來問 來大老 我們問第二題 他說國會 確實 我就覺得真的是 可能每個禮拜都開車載大老 然後下巴都跟大老一樣 讚 讚 來 那那個賴清德總統 對 因為他的520就職之前 您就去美國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錯嘛 五個禮拜 對一個多月 他現在才剛滿月而已 那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 他的4月的那個 對不起 5月的民調是 台灣民進又是58% 4月變48 他60% 然後他在總統就職演說裡面講的 那這個是進電視的也是48% 差不多 就大概48 現在目前就是這個支持度 也已經比他得票比還高了 那你對賴清德總統 這一個月以來 你有沒有什麼 你有什麼看法嗎 不是 我覺得賴清德總統 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人 他一定想做事 他一定想要讓這個國家好 但是我認為他底氣不夠深厚 這個手段不夠精緻 也勸缺霸氣 或是一些讓人民感動的成分 你說這個民調 大家把它看得很糟糕 就是說一個月 你已經不到 支持你的不到一半 這蜜月期沒了 我同意啊 但是你不能這樣看 因為不同意他的 我們看前面那一根 我們那個不同意的 你看 25.6 這還好啊 對不對 還好啊 這比支持藍白和藍白的百分比低很多 對 這個我補充一句 這個不贊同的部分是屬於 非常不贊同跟不贊同 那這兩塊 五月跟六月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對 他的支持度 贊成的4800 58對不對 是跑到每億間去了 就是中間有一塊就是 不知道 我不算贊同了 但是我也沒有變成反對 所以反對的還是 可能就是那25%是對賴清德 非常沒辦法接受的那個族群 還是那一塊 沒有動 道講的沒有錯 我覺得 當然做一個新總統 看到這樣的結果 會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很失望 但賴清德不會 因為賴清德心裡頭有數 是這個樣子 我老早知道 所以他不會很擔心 那他會想做一些事情 把這個民意拉到 不是拉回來 就是拉得更多更大 這個就是跟這個三個委員會 這個他新的建議 這有關 你怎麼看他成立這三個委員會 我們講一下這個三個委員會 這個三個委員會 其實 其實 在大選之前 我常常跟老趙討論這個 我因為老趙後來選副總統 我就給他建議 我的對總統府的組織 讓他有學有學 不是一個空殼子 不是凱達各蘭道上一棟 日式的建築位置 要讓他真的有一點Function 但是大家又說 不要變成大總統 我們總統已經非常有權了 你為什麼還要更加讓他有學 不一樣 我們是個不一樣的想法 第一點 我認為那麼多的國策顧問 資政 沒有 我覺得要把國策顧問轉型為 有作用的類似智庫的組織 不一定要給薪水 我覺得不給薪水 但是對國家的未來 要享有有所奉獻的人很多 所以你可以以這種方式來組織 那大家就說 這看你怎麼做 如果他只是純粹的是一個總統府的智庫 而他的決策 並沒有能夠 要行政院非幹不可 那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比較有意見的就是說 那你有三個委員會 你到底要做什麼 他要做的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本來主張總統裡頭應該有幾個詛咒 這個是行政院在短期內 在面對選民的壓力之下 跟反對黨的壓力之下 不容易做一個明智的 像我們現在的郭部長一樣 對電力的看法 他馬上有困難 所以像能源 像財政 財政就包括健保跟包括勞保 那像兩岸 這些東西 我覺得類似的總統府裡頭 有一個不知心 然後智庫的性質 然後全心全意要幫總統 因為總統我覺得 戴清德再英明 再努力 我覺得他不見得會有很好的 對這種困難的問題有好的解決辦法 像他現在這三個東西 我覺得一個就是 一個氣候 這三個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氣候變遷的委員會是 中文院的院長廖俊志 然後行政院副院長 這個鄭立軍 還有何壽董事長佟子賢 這三個人當副召集人 召集人本人就是賴清德總統 然後說一個召集人 三個副召集人 他這個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其實講的就是有關於國防 還有這個怎麼樣的災防 如果都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我來講 你說你說 我插一下 像這個名字我就很討厭 為什麼這麼扭扭捏捏的 防衛委員會 為什麼叫全社會防衛 防衛任性 活不下去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你如果只看這十個字 你曉得他在講什麼 是防衛而已 他就是講兩岸 家裡家有兩岸 中壁一戰 老共大我們小 抗中 我們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 這一項沒有什麼稀奇 這一項是蕭美謙 潘孟安 胡照謝 他們三個人 三個臭皮匠 能夠想出一個 比沈柏洋 是什麼人 沈柏洋 或者是 拱川啊 他們的想法嗎 對不對 這個不是用 我跟你講 委員會 沈柏洋跟拱川可能會在裡面 他會找很多人進來 就是這三個是副招級人 下面會有部位首長跟社會賢達 不是 我跟你講你做得越充實 越完美 架構越大 越是把總統府跟 行政院混淆不清 我現在就要問大老這個問題 因為這樣子算不算架空 佐龍泰院長 或者是凌駕在行政院之上 你說那架空 對 他大概盡量避免 所以我跟他講 類似智庫啊 不編預算啊 預算編很小啊 最好是大家當義務值的啊 就是有心人士 甚至又是有所為而來的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講 像你剛才已經不講那個了嗎 沒有啊都可以 你講什麼我就換什麼 那個其實就是兩岸 對 那個就兩岸 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 健保 這個也很奇怪 這也很扭捏 好像我們台灣不健康的樣子 我告訴你好了 台灣的健康狀態 在全世界人眼中的地位是什麼 如果講健保 台灣是第一名 台灣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講台灣的所謂健康狀態 台灣是第25名 因為他列入考量的 好還有這個數據喔 他怎麼考量 你說健康我們是25 但健保我們是第一對不對 不是我覺得你去問很多人 你去問很多人 大家台灣的健保 No.1 去大陸的 一旦生病 就要連夜趕回台灣 這個 這個大概都 你說去大陸發展的人 你說去大陸發展的人 大陸發展的 那為什麼我們在另外一個 一個評估裡頭 排名會第25名 因為他們去算 比如說嬰兒死亡率 比如說我們缺小兒科醫生 比如說我們缺婦產科醫生 我們護理人員缺 我們這個點值任意調降 這些都是扣分的 但是這些有需要這個健康台灣 推動文匯來推動嗎 這又凸顯一個 一個 那個 賴清德的 狹窄 固執 還有沒有辦法 大開大火 誰主持啊 副召集的那個 他老師嘛 對啊 他本來要 這是總統老師對不對 他本來要他入閣 他成大了嘛對不對 對 他本來要他入閣的 就跟佟子賢一樣 佟子賢是在能源那一個 對不對 那你簡單講能源就好了嘛 這個就講健保就好了嘛 對 那個 童子前次任爽沒當成 就把他擺到總統府的這個委員會 這個 陳志宏 這個 老師 這個 社府 是不是社府 本來要他當 他擺了衛福部長 衛福部長 他不當就把他擺在這裡 所以這個變成 總官變克卿你知道嗎 到底是誰重要 到底是邱太元 在賴清德的心目中重要 還是你這個老師重要 這個當然兩個都重要 照講他們會比較重要啦 因為他們跟賴總統一起開會 這三個副召集能召集 那部會首長不會直接跟總統報告啊 這個 這些賴清德的做法 是把在他阻隔的過程中 的遺珠 的這些遺珠 把他拉回來 把他找回來 把他找回來 這個也沒什麼不好 這個也沒什麼不好 就看你怎麼做嘛 看你怎麼運用 以賴清德的能力 他是好意 他也是好心 我們又要罵他 但是呢 他一定把他搞得 這個 因為 就大 大而無當 莫終一世 結果是好意啊 但是你看 這個很多成員 都是他讀書會的人 對 就是盡賴人士 這一群人叫盡賴人士 那會不會有 跌床架無 凌駕行政院 泰上行政院的問題 其實 你真的有心要做 你應該注意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這 一路來 這十幾年 二十年來 對這個相關議題 很熱心 氣而不捨 我不好意思講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從來沒有要過國家的錢 但是 有誰比我更憂國憂允 那個可能本來要找你 你帶你去美國出國 不是啊 這七年都是你的人啊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的委員會 你要讓他做什麼結論 你找怎麼樣的人就對了 台灣就是說 你找的人找定了 你看那個名單 你就曉得他的結論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已經看到結論了 我已經看到了 你知道 這個委員會第二天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 那就要做戲的版本 你知道嗎 來來我馬上留這一題來 這一題就是說 因為有童子賢 所以中國司法聯合法都一直寫 每次看到童子賢就講說 要用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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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講三次 但是每一次都沒有 那你這是因為童子賢的關係 那賴總統確實在他機會講說 核三的問題 就流到TO變先 我會去討論 那中時聯合又寫人頭版說 所以要用核三了 等一下剛剛大佬講的就是關鍵 滿久的評論 就太急躁 太貓躁 也不適合一個卸任的總統 所應該講的格調 應該這個 他這些委員會 有幾個可能的目的 一個效果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 避震 避震 就是 緩衝 就是說我做不來 行政員做不來 我總統也做不來 那這個有一個在中間 就是 避震一樣 說 不是沒在想 不是沒在考慮 這個 我們沒有排除 但討論之後結果還是沒有要用 對啊 所以 他這裡頭 他找的 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可能有一個 不一樣的聲音 但不一樣的聲音不夠大 這些人的聲音 這些人的想法 你都知道的 對啊 而且這些人 就像那個 經濟部的郭部長 經濟部的郭部長 我本來給他抱很大的期望 結果他上來 很短的時間 他走樣了 對不對 他走樣了 他沒得走了啊 他就告訴他 不能說自己的想法 他第一點 他那個 非核的立場改了 第二點 他電價的想法 他說不要補貼 他其實那講的 是很多次對的 對 電價太低 低呢 就是會 會虧損使用 會虧損 但是他講的還不夠好 我來講 比那個好幾倍 你知道 但是他講的比我差很多 就已經擋不住各方的壓力了 你同意是沒有 這就是慘了 你想說你的公司 你做得很好 你也就很輕鬆了 沒有 我跟你講 你到目前為止 你的主張 已經取消掉的主張 其實 不是很亮麗喔 只是一點點喔 但是一點點 大家都受不了 就是自己收你 到自己走路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好 大老講到這邊 我很快把這三個 我去講 不是我毛遂事件 那你要去 這三個委員會裡頭 怎麼都沒有我啊 第四個委員會 我講得坦白 少子化委員會 我可以講你 對 少子化 我的委員會裡頭就有少子化 怎麼 少子化委員會 你不要做副召集人 你只要做召集人 少子化你怎麼不敢碰 還有 勞保退休基金你怎麼派 你怎麼派 那個老科的助理去幹 老科的助理 那個叫什麼 佩山 佩山 佩山說 現在政府補貼補播 就已經改革了 有這樣的 這樣喔 我給他打幾分你知道嗎 他連那個F都不及格 這個 這種講法都可以當部長 那時候太奇怪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賴總統啊 你看看我過去在這方面的 發言的內容的改革的意見 修了再修改了再改 不行的我再改 你有看過沒有 我比核佩山差嗎 那我不能當部長 我年紀太大了 我繼續 讓我來組一個 復召集人 我跟你講我有興趣的 第一個 你說勞保跟少子化嗎 這兩個嘛 勞保其實不只是勞保 健保啦 就跟財政有關係的 就是 然後呢 少子化 還有兩岸喔 你看兩岸全台灣目前為止 這兩岸啊 兩岸啊 我跟你講兩岸 我告訴你 現在台灣有關兩岸的險學 是什麼 沈柏洋是險學 對不對 五川是險學 對不對 聯電的那個什麼 曹青城 曹青城是險學 有需要這樣嗎 你這樣開得出一條路嗎 我跟你講在這個議題上 全台灣還是 我真的要收臉一下 一般人說我今天 剛回台灣 人都發瘋了 我跟你講 兩岸到目前 講得最好的是誰 你知道嗎 學保你曉得是誰呢 大佬 當然啦 學保聰明 學保比你聰明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講的最好 台灣的險學就會打 風險很高 要怎麼這樣 中戰 中級戰啊 什麼啦 我們要怎麼 全民皆兵啊 我們到底要在什麼地方打 我們要四階戰啊 我們到底要 到底要 要兵推要怎麼樣 都這個都不是辦法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明星啊 有一天我在TVS錄影 我要下場 退場 有人要進來 另外一個節目 是誰 黃介正 黃介正 習近平的講法 跟我的講法完全一樣 你告訴我 王滬寧有跟黃介正 喔 他們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是不是 黃介正 碰到王滬寧 那他自己有講過這個事嗎 蛤 他有說過耶 黃介正有講過這個事嗎 王滬寧 私底下跟我講的 你也說出來啊 你說沒關係 不要吵他 王滬寧跟王介正講什麼 講說習近平 沒有要打台灣 沒有要打台灣 而且他們又要台灣的原因 跟我講的原因一樣 打了就 那是這個 這個我也很短的 在老趙的節目 暫情是提了一下 沒有人在乎啊 沒有人在乎 我這個是人為原輕 沒有人在乎 但是呢 現在呢 是我對得不對 對 習近平出來證明 他沒有講老省對 但是他講他的主張 他的主張就是這樣嘛 他說 講我說 台灣的選學說 習近平會在退位 卸任以前 處理台灣問題 對不對 顯學嘛 對不對 我說不會 時間快到了 我說不會 我說習近平 不會為了台灣 而把讓他多年來 中國人民多年來 所真的非常用心的 要讓中華民主復興的大業 完全付諸流水 所以習近平跟那個歐盟的 泰德蘭 奧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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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feminism 他講什麼 奧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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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跟他講 老美 要我 引誘我 打台灣 又打台灣 對啊 美國在刺激中國打台灣 對 但是他說 他跟犯罪 我不會上當 我不會上當 他說我在2049 2049 未來25年都不會 25年 你要趕快想是幾年喔 2049現在是2024 扣掉 幾年 25年 我都算過我幾歲 114歲 我不一定會死 114歲我不一定會死 我可能已經死了 我可能還沒有死 對 你可能還沒死 但我可能已經死了 但是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要打台灣 老美要我打台灣 我不上當 而且他講 2049年 中華民族復興 這個目標 不能因為我打台灣 我上了美國的當 而付諸流水 講得太好了 所以他很清楚 如果說兩岸戰爭 他就很難再復興 我跟你講 沒有錯啦 台灣沒有一個人 肯定他的講法 網路說 就酸他 說是找台階下啦 就不亂講 我要來肯定 美國國務院也否認 美國國務院說沒有什麼事 他誤解了 誤會了 誤會了 我們還是遵守 這個一中原則 我聽不懂耶 美國的一中原則跟習老大講字話 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 美國是說 我們的一中 就足夠解決你對台灣的懸念 所以你也不用打了 是這樣嗎 亂講一通 你說這個美國的郭文化人講嗎 你想 我們的一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 未來也不會改變 我們將持續付出台海的規定 這個跟習老大講的話 有什麼 牛頭不對拿走 他應該回答你有沒有誘打台灣才對 美國人家一講說 你有沒有要誘使中國打台灣才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個誰 沒有 這個沒有 我要是美國總統 馬上 把火要困難 你今天就走路 這個 好 那可是白宮的Kirvy講的比較有對提 這個說法是假的 他說沒有這樣子 就是 對 就是我們不會誘打就對了 不清楚是誰給習近平這個想法 完全 所以有 不清楚 所以他不否認有人給習近平這個想法 對不對 但是現在重點是什麼 犯得來沒有否認 習近平沒有否認 對不對 而根據習近平 現在這個台海的局勢 是誰說了算 我們如果說習近平說了算 那很多人都會罵我 但是決定要不要打台灣是誰決定的 習近平 我們沒有要打大陸嘛 大陸如果不要打台灣就沒輸了 對不對 習近平說我25年內 中華民主復興 是我唯一的目標 我不會為了這個目標的流失 而上了任何人的盪 而這個仗的盪裡頭 包括打台灣 這個不夠清楚嗎 親愛的全國居民同胞們 台灣安了啦 習耀大你們這怕的習耀大不打你了 他不打你不是因為他愛台灣人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 是為了中國要繼續搶 對啦 打了就 打了就沒辦法搶 你不能壞了我的大事嘛 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這一次 去美國五個禮拜 我最興奮的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但是我們台灣 就把他制造 我覺得習耀大也很可憐 習耀大的真心真意 他的真心話 他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你還不能明講 也不能講 但是他只能關前面 給Lady講 給這個犯的Lady講 他如果公開講 就有問題了 你看網路修理他最嚴重的說 找台階下 你真的不等台灣人 你就宣佈放棄武統了嘛 這個也是牛頭不對馬嘴 你懂我意思沒有 習近平怎麼能夠放棄武統呢 他放棄武統 他怕的就是台獨起來了嘛 所以他沒有明白的講放棄武統 就是壓著台獨 但是他用另一個方式 講說我不打 我不打 這個不重要嗎 這個不重要嗎 我再講好幾次 習老大已經說 美國要我打 我給Lady 給這個 反對利用的Lady 這位歐盟的Lady 避免起來 我講 那大老 你講的25年那個是在金融時報報 裡面有寫到的是不是 25年內不打台灣 25年 他沒有講不打台灣 他說我不暢當 為什麼 因為我2049年 是我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日期嘛 對 不要影響2049中華復興 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復興是2049 他不能為這個 為打台灣而犧牲這個 這個是2049 那你們南大部會加加減減 除一除就是25年 他不會打台灣 不是這樣嗎 所以就是習近平的尊愛之音大 你跟他解讀是25年不打台灣 如果 習老大 親愛的 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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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像金樹梅一樣 金樹梅說我們習近平 習近平不是我們的 但是習老大 我剛才這個詮釋 有錯嗎 你有錯 趕快叫康台辦聲明說我錯了 對不對 所以沈富雄比美國的科比還差 對不對 趕快講啊 如果台灣不相信 我就做台灣的地基管 大家都沒有關係 我到北京去問他 好不好 笨死了 沒事的 我一直在講 我一直在講 但是我是這個potato small potato 我講話不算數 但是我講話的那種當事人 你不覺得習近平是No.1的當事人 好 他出來講 就是這樣啊 大老今天這題讚 我們這個下半條團隊 我們再去北京訪問習近平 好不好 你說什麼 習主席聊一聊 沒人說有機會再訪問啦 可能是沒機會啦 來 我們請那個學寶寶幫網友問個問題 網友問個問題 來 好 那我們那個網友要問沈大老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民進黨未能簽署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民眾黨卻相信可以保台 那國民黨主張兩岸交遊必戰 那民眾卻懷疑他會賣台呢 很簡單啦 時間不多了 這個是有兩個問題啦 對 為什麼不能簽共同防禦 不能簽的 當年簽是因為老共很小 老共無能為力 所以簽了 後來沒有啦 你現在再回去簽 老共不饒你的 很多 同樣的類似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叫謝長廷大使 叫日本也定一個台灣關係法 然後日本跟台灣的關係提高到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就笨死了 日本沒有這個空間 日本沒有這個餘地 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那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好百姓不相信國民黨 這個國民黨要自己簽他 國民黨就這一方面 人家對他的懷疑啊 是跳到濁水溪 跳到淡水河 跳到什麼都洗不乾淨的 你懂不懂 就是我講的那些人要退場 但是不只是他們退場 國民黨最大的隱憂是 中道力量 本土力量 新生代的力量 不認同這些深藍的 把他踏死嘛 他不曉得 他是不曉得 他是不曉得 我要是國民黨黨主席 我把傅君錡這件事情 抓起來軟禁 不能講話 你這樣違法 對 你這樣違法 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蠻久沒講一次話 傅君錡沒講一次話 國民黨的票就流失了 就一步一步的流失 這個妳要了解 這個國民黨真的不曉得 台灣人民在想什麼 台灣人民要國會改革 台灣人民要國會有辦法結閉 但是不能讓國民黨做 國民黨這些人是我看不起的 知道嗎 好 謝謝大老 因為這個網友的這兩個字 我想跟這個網友交流一下 他說民眾懷疑賣台 但什麼叫賣台 這個就是可能大家的解讀不一樣 簡單講 就是說國民黨的兩岸互動模式當中 可能就欠缺的那一塊就是 雖然兩岸和平 甚至以後統一 我們還維持現在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選項 我也多次跟大家論述 現在看起來 對岸沒有給我們這個方向 中華民國會不在 自由言論會不在 然後民主選舉也會不在 那這樣大家當然不要 不要國民黨又 對啊 又說我們終極要統一 你不要講那麼正經八百 所謂賣台 我覺得一般老百姓 並不是說有證據說 我們私底下有交易 將來台灣回歸祖國 我就當那個 特首 特首 對 或者像很多人金書美 一天到晚 高金書美一天到晚往北京跑 跟老公的關係那麼好 大家都懷疑他 你一定得到很多好處 大家只能懷疑而已 但是他莫名其妙來講了一個 我們習近平那就是 跳到淡水河洗不清了 他們 我跟你講 一般老百姓對國民黨都不信任 就是你看到老公 生子矮半戒 真的就生子矮半戒 就像連勝文 像馬英九 他們都不覺得他們是對的 馬英九認為不照我的方法講 昨天 昨天民進黨的委員問那個 周禄太 對 說那坐飛機從台北到北京 是從中華民國飛到中華民國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主權重疊論 主權重疊論是荒唐的 所以委員才會這樣問 但是這樣的問法 其實是很膚淺的問法 但是民進黨官員的回答 也回答得不好啊 因為你的問題不對 因為飛機從哪裡飛到哪裡 是自權而跟主權無關 理論上講 從台北飛到北京 是國外線 但是講國外線 老公會生子 所以這個是有別於國外線的特殊航線 就是這樣對不對 你像我比較嚇一跳 你都可以做 你都可以做 召集人行政院長 總統也可以 好不好 來我們學法問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是 以前為了反攻大陸要扶兵 要兩到三年嘛 那現在要抗中保胎 兵役卻只有一年 這樣夠嗎 這是第一題 那第二題直接問到 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們說一定要一年做個樣子 這是跟老美交代的 這是跟老美 真的打起來的話 一年也不夠 你覺得這些人 會不能夠打嗎 你要看我的臉書 我昨天太貼了 你知道嗎 不能打 我的臉書頭兩句 你也沒有看嗎 我還沒看 我通常都會看你那麼久沒寫了 什麼沒有寫 我哪有沒有寫 我在美國都寫了三篇 你會寫三篇 有啊 你都沒有看 阿維瑩怎麼不叫我看 我叫你在美國都沒寫 你就沒有把我看在眼裡 我的前四句 怎麼講你知道嗎 我先說 阿公的如果贏 台灣沒對手 同意嗎 阿公的如果輸 台灣 還沒了 因為阿公要輸之前 他看台灣 我今天會輸 就是你還敢跟美國站在一起 交土 我當然先幫你 對不對 所以阿公會輸 台灣害了 阿公會贏 台灣沒得走 兩邊沒輸贏 台灣按偷笑 要聽不懂 對不對 不要打 我們要避戰 好 那第二個 好 第二個是 台灣是不是要像那個巴勒斯坦一樣 等到被大陸打到慘兮兮了 世界各國才會承認中華民國 然後跟我們建交 問這個問題的人也很笨 你知道 我們被打到慘兮兮的 我們沒有像巴勒斯坦中東那麼有韌性 可以打好幾十年都 以色列還在 巴勒斯坦也還在 大家都沒有問題 我們台灣可以這個樣子 你做夢 現在大家都不敢承認中華民國 我們被打成慘兮兮 我們還有希望 對不對 好 那這些網友的問題 其實大老也都跟大家回答 最後我跟大家談這一題 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國 互不隸屬這個賴總統 跟馬前總統兩個人 最近是槓起來了 那賴清德總統其實短短的 從他當選之後到現在 講四次了啦 他去黃埔軍校 他的就職演說 然後時代雜誌的專訪 跟這個前兩天的記者會 他已經講四次了 而且我看到這兩天 外交部的新聞稿也都是這樣寫 因為那個李克強去馬來西亞 又講說一中原則 外交部馬上講說 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接下來包含了 各個單位政府機關 可能都會以這個為基礎在論述 但馬前總統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 但我們節目當然也談過啦 我早上廣播還在講 可是他說這個位置有做民調 七十四%比台灣民意基金會公支持 就是賴清德這樣講 連TVBS都有六十四%支持他講 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喔 是沒有搞混的 他題目問得很清楚 他的這樣的講法 來 我來講這個啦 好來 互不隸屬 為什麼賴清德還要再講 我覺得很笨啊 大家都同意是互不隸屬 你為什麼還要講呢 我覺得他有非常不可的必要跟苦衷 因為蔡英文講過啦 對 美國也默認啦 對 這次他講了以後 美國也承認啦 對 美國沒有講什麼 對 美國的這個 AIT也看過稿了啦 對 他不反對的啦 這個跟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之下的一中原則 沒有違背啊 全世界不但是美國 所有的外國媒體對這個講法都同意的 這是新的 新的底線 然後共產生氣也沒辦法了 那他為什麼要講 如果蔡英文都講了而沒有問題 我不再講一次 我不再講一次 那人家會以為我從蔡英文的線後退了嘛 對 但是講過一次就好了 都不要一天到晚再講啦 不太一天到晚再講 人家老公就曉得 哈哈哈哈我忍了啦 就好了 就好了 但是這邊你的好朋友 馬英九的這些話 通通是廢話 我跟你講我們講憲法 我們的今天的憲法 是老百姓喜歡的憲法嗎 我們的憲法是在老共蟹魄之下 很多地方不能隨心所欲的憲法 所以過分強調憲法就是臣服於大臣的臣 臣服於老共的威力 所以馬英九講的這些 馬英九聽到講中國人不可以 所以他就驚慌失措 馬英九的智慧跟說陸容是長在耳朵裡 一樣的幼稚 我覺得你很苦 你是漸漸的啦 漸漸的終於跟他切了 要不然我跟妳講 你憔憔人怎麼跟這種人擺在一起呢 對不對 不是因為馬前總統他當然是希望兩岸避戰 我都很能理解啦 那他也是依循憲法 那就像大老講的 憲法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現在台灣人的民意 你去路上問 這是說實在 不要去路上我們這個現場 不會有人認為兩邊是同一個國家 我跟他講過 親愛的習近平習老大 我不是金樹梅 但是我還是覺得講得好 馬總統我告訴你 你的腦筋真的是扭不過來 今天如果沒有擾控的威脅 你口口聲聲的憲法 今天晚上就改了 懂我意思沒有 今天晚上等不到明天 你知道嗎 我給大老報告 上禮拜我有訪問那個明居正教授 他其實有講從這個1999年 李登威前總統那時候 特殊國與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建立出來 就經過修憲以後 這也是我的利潤基礎 都沒有變過 不不 我要插嘴 時間不多了 我跟妳講這些 都是書生無聊 講東講西 馬伴講妳 金長喔 這不對喔 這老公會收起 老公收起 沒說中國人 沒說兩岸一家親 我們的慈善 這些都是廢話 習近平一講了 我不打 你講什麼都沒有關係 你懂我意思沒有 對 除非你宣佈台獨 我不得不打 那其他 你講歷俗不歷俗 我習近平都已經跟范德來人講 我二十年內不打台灣 這個還不夠好嗎 習老大 你是不是要稍微再澄清一下 你講的是真的 OK 對不對 大老今天給大家帶來的 就是確實我們台灣媒體討論不多 就是習近平這個談話 他有透露出來 就是他根本不想打台灣 因為打台灣會讓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中國大陸 它的發展會延遲 會落後給美國 他現在正要趕上去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美國國務院 不得不否認 因為他不否認 他如果 等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事情大條 所以他要否認 問題是 你看他有兩個人 一個可比 一個另外一個沒有 他們否認的理由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這樣的理由 來自美國國務院 就表示 真的 好 習老大 真的 這個是應該今天兩岸的華人 都聽得很高興的消息 我不知道對岸怎麼樣 但我不想要打仗 也不希望要打仗 所以如果是這樣 這很好的 容許我五個禮拜回國 再自大一下 我對兩岸的看法 我對兩岸的看法 比當年的Kissinger 沒差多少 只是 我去台灣 沒人給他看 知道怎麼 就是這樣 25年內不會打仗 OK 不是因為習老大愛台灣人 不是的 他愛他的事業 OK 好 好 大佬的兩岸25年不打仗 這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我想請教大佬 最後做個結論 好 後面還要再加 是因為習老大 對 愛習他的志業 而不是愛台灣人 而且這個話 我已經講好久了 就是沒人甩我 這個也很重要 你知道嗎 今天老大很不爽 但是也很高興 你是老大 你是大佬 不爽是因為大家不甩我 不甩我的想法 我很高興 終於No.1的當事人 出來間接的證明 台灣只有我講對 太厲害了 是老大 Good 你也Good 好 謝謝大佬 那大佬最後讓你做個結論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不打仗 當然台灣就是繼續選 我不講結論了 我講那麼精采再講結論 我想問你 這個叫什麼 我會續掉 沒有結論 國民黨現在目前的方向 是不是 你覺得要修正就對了 國民黨 國民黨就是要趕快 這些人要醒過來 你們是在招他 國民黨很幸運的 得來的一線生機 就是兩席的這個多數 而你們 一下子 見列欣喜 不擇手段 把他搞糟了 你們的罪過 何其重大 何其深遠 你知道嗎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佬 來到我們的下班 愛你了 剛剛開錄之前我們就要唱歌了 對 大佬說他那個年紀唱歌很厲害 大佬你又要唱歌嗎 你怎麼會唱歌 沒有 沒有 他今天要優雅 大佬今天來 其實這個唱首預言 特別是看到學寶 特別高興 謝謝學寶 也謝謝大佬 那帶來這個習近平重要的訊息 我覺得 確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非常謝謝神父熊大佬 強勢回歸的第一個節目 來到下班和你聊 謝謝大佬 謝謝 謝謝學寶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再聊囉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的Soken 今天要訂閱 下班和你聊聊 評價為人喔 小三八點不要忘記 老汗說話題學到笑 什麼心啊聊 同心心裡又精彩 下班了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有分析的都來了 有分析 順寥 就會在煙音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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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拚 快樂 就這樣 來吧 我們看 Elekt衡 感谢观看